天南海北有无数的牛肉面 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如果要问我的话 我永远是喜欢当下这一晚 到内疆的第一个早晨 就在酒店附近随便找了家牛肉面 大家都说嘛 随便找一家都好吃 真味牛肉面 这边也是真味牛肉面 这种人间隔着拿铺子的 一定不擦 看看 就只有三种面嘛 就只有牛肉 杂酱和素面 一个一两的三分杂 一个二两的三分杂 老家有哼啦 老板刚倒了两碗水 你们绝对猜不到这是什么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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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汁儿根水 你尝尝没有汁儿根味道 绝对没有 这次我绝对不骗你 面也来了 牛肉 杂酱 双烧面 香菜多来点 哦 不小心了 这面的牛肉味特别重 像是细面条 更沾味了 所以对于一伤火的体质呢 就要喝汁儿根水 这样熬出来没有一点点汁儿根的味道 甜丝丝的 今天我这几块牛肉 牛筋的比例比较高 跟昨天的自重一样 这也是要加酒房的 这边还有一个关键 当然也是四川很多面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辣椒油一点熬得好 它这已经有点胡辣壳的感觉了 不是有点 它就是 看着辣椒熬得黑黑的 略来点苦味 但是是让人很愉悦的苦味 最后吃到这个碗底 我感觉还能蘸两个馒头 老板给我炸了很多辣椒 这橙子碗底和杂姜混在一起 好香哦 好了 今天减肥 就只吃二两了 今天还是减成两极 那就零零见 嘿 我们天天见 好 好